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我是拉曼哥 如果大家觉得这个视频对你还是有帮助的话,不要忘了给我点个赞哦 我上个视频做了一个史上最便宜的软路由啊 这么一个视频,老铁留言呢,那你怎么不做个评测呢 要么有更直观的感觉 那我今天呢,打算做了一个评测 再做一下软路由V2ray的设置教程 那好码已经有了,那就要有一个好安 那好安的话就是机场了 原来都用一些免费的机场 我们今天呢,就撤一下啊 我目前自己使用的这么一个搜费机场 一包烟钱吧 那我们现在就直接上机器演示吧 看看效果到底如何 我先说一下我的网络环境啊 我的网络是100兆带宽电信的网络 我的电脑是用的WiFi,不是用那个线接的 所以我先把我的网络环境给大家说一下 大家到时候自己的话会尝试一下 如果像线接的话之类的呢,要加点分的啊 现在演示一下软路由的V2ray的设置方法 那我们现在进入这个软路由的界面以后呢 我们现在这个酷软,点一下酷软 然后我已经安装了 没安装你要点这个地方 然后找到那个V2ray的 然后安装就可以了 那我已经安装了,我就安装了 然后呢,这边是V2ray 那我点到V2ray开起来 那我这个是已经连接上了 我告诉大家是如何去设置 点服务器列表 往下拉 第一种是通过V2ray的这个链接添加点点 就是你自己建的 第二点的话就是有个订阅地址 我们把这个订阅地址放这个地方 然后点击保存设置并更新订阅就可以了 我们订阅完了以后呢 他会到了这边这个到这个界面以后呢 大家记住这边有一个黑名单啊 白名单 然后自己来看一下怎么设置啊 这样的话 他就是国内走国内的国外走国外的 然后在这边再选择节点 这边选择节点是点一下 这边选择节点 选择节点以后再往下拉 到这边的话 我们就直接点提交 就好了 那我们测试一下那个 我自己在使用的这个收费机场的效果怎么样啊 他这个机场是有三天的免费使用时间 大家可以去尝试一下 看的速度怎么样 每个人的点的不一样 但我用的话 他非常有流畅性 等下给大家演示一下吧 看看效果怎么样吧 网址我会放到下方 大家自己可以尝试下 到了这个界面以后呢 我们点这个先注册 没有账号 立即去注册 点这个地方 到这边捡真实的邮箱号码 密码 两个密码 然后认证码 OK 递机注册 就行了 那你们去测试一下 因为我已经付费了 我就先登录到我的邮箱 给大家演示一下里面到底是什么情况的 那现在我是登录到我这个账号里了 目前为止是这么情况 这个是套战时间 流量 这个节点29个 然后先看一下服务 服务定购吧 一个月嘛 19块8 一包烟钱 大家也可以点进去看一下 然后呢 自己感觉一下效果怎么样 那他这是节点面表 是这样的 这个节点的话 他只支持V2ray 其他的那个SSSSR之类的呢 他不支持的 他 他只用V2ray 这个跟大家说一声 那我们一般使用的话 就订阅信息的话 就是点这个地方 这边就点进去以后呢 他有个订阅号的一个链接 你把这个链接放在你的V2ray的订阅的那个地方 然后点击更新 就所有节点就出来了 这个是这样的 这个节点是回锅模式使用的 国外也要看国内的这些电视机之类的呢 可以使用这么一个节点 然后下面这些就是这么多个节点了 二多个节点 那我现在就演示一下他的那个速度跟效果怎么样吧 我先点一下香港原生1.5倍消耗这个 看一下效果怎么样 点这个提交 这边开始更新 当提交完了以后 更新完了以后 这两个点就是国外的跟国内的OK打勾 那就说明已经连通了 没有问题了 那我现在去打开我的YouTube 那我打开这个YouTube 然后这个是4K的这个速度 速度的话是42,700多 反正就4万多了 这是这个节点吧 每个地区的效果都不一样 那我再看一下阿里云这个千兆阿里云啊 每去解锁两倍消耗 那连接上了 那我们看一下 那大家看一下 这是5万多啊 这是这是香港阿里云的那个节点 那个速度啊这个5万多 每个地方的网络是不一样的啊 大家可以自己尝试一下啊 效果怎么样 我自己感觉我目前为止使用这家的还不错 因为我上传速度啊也非常快 我上传一个十几分钟的视频也差不多在10分钟以内就上传完毕了 所以说比我以前上传的速度快了好多了 因为我的网络是100兆带宽 所以怎么跑它也跑不高到哪里去 那个到顶了也就刚才那些速度了 大家如果是200兆300兆 那这个效果那是跟肯定不一样的啊 你们自己去尝试一下 我会把这个链接放在视频的那个详情里面啊 有兴趣的朋友们自己去尝试一下吧 今天的视频就到此结束了 喜欢我的朋友请订阅我的频道给个赞哦 再见 拜拜